我们会看到在娱乐圈中 众多的萌娃们都有着各自的性格 而且现在有非常多的综艺节目啊 都是和萌娃有关的 我们都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这些萌娃都长大了 真的是萌翻众人呢 相信大家一定认识王世玲和甜心吧 其实小孩子从小就可以看出差距的 说到甜心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知道 她是李小璐和贾奶亮的女儿 曾被贾奶亮带着 参加了爸爸回来后被大家熟知 在节目当中 甜心也凭借着大大咧咧的性格 被很多观众们喜欢 而甜心因为皮肤黑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甜心这块最白了 你看这我们这缝 窝过来就是白的 是不是啊 你说我们白着呢 是不是啊 我们白着呢 我们白着呢 中国爸爸回来了节目的小伙伴们 都知道甜心是女汉子的形象出现的 并且在节目中也是非常喜欢抠脚 如今的甜心呢 已经逆袭成了一个小淑女 看到甜心的变化号 有不少的小伙伴们都表示 果然是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漂亮了呢 贾奶亮和李小璐离婚以后 或许是出于对单亲孩子的同情 网友们对两个人的女儿甜心 尤为关注 李小璐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 但却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女儿不仅教育的好 而且颜值似乎也发生了逆斜 灯光下的小甜心 似乎更加的美丽了 一袭白色的连衣裙 胸前的几朵小花 显得那么的可爱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以前那个 只会哭好羞涩的小女孩 另外五官方面 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了 都说女大十八变 这句话在甜心身上 也可谓是体现的零零尽致 而说到李香的女儿王树林 就有更多的话题了 主要是因为李香的教育方式 王树林的父母呢 都是混迹娱乐圈的人 每天都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因此他们在培养女儿方面 总是会投入很多 给安杰勒选择学校 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 因为国际学校和国内的学校 当时我们也是选了很久 她的性格嘛 不太喜欢太多的那种束缚啊 国际学校可能就个性一点这样的 我也是国际学校 李香喜欢带孩子参加时装展 流出的照片显示 王树林穿着和搭配非常豪华 衣服通常以万为单位计算 不仅如此 李香在孩子身上的投入 也是非常大的 就他自己说 每年每个月 在女儿身上的花费高达65万 在一些房价比较低的城市 65万也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很多的网友们觉得 李香对于女儿 富养的程度非常的过 但是当网友们 见到现在的王树林的时候 就会发现 富养长大的孩子 他们就是非常的优秀 因为李香并不只是 在物质方面 富养自己的女儿 在精神方面 李香也尽可能的 满足女儿的要求 现在的王树林 特别的有才艺 在书法绘画和音乐等方面 她的造诣也都非常的高 而且王树林 曾经画过一幅画 卖出了十万元的价格 她的实力 也是让人们非常敬佩 大提琴是她在练 然后油画 是她一直在画 她画了很多年 大概应该有 画得很好 画了四五年了 然后完了书法 她也是一直在练 钢琴也是 大概练了四年多 国际象棋 是后来报的 一个学校的班 现在有高尔夫 还有滑雪 她一直都在 高尔夫她是一直都在练 长大后 王树林也瘦了很多 容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网友都说 她像去整了容一样 可以看出 如今的王树林 已经退去了之前的亲热 脸上的婴儿肥也没有了 五官也更为立体了 瘦下来之后的她 简直就是脱胎换国 让网友们直呼 认不出 王树林呢 并没有因为富氧而变得 娇生惯氧 沾染什么恶邪 父母创造的条件 让她学会了很多 原本就身在终点线上的她 如今又比童年人优秀这么多 虔诚无可限量 我是在陪伴她 但是我不会给她压力 我一直都陪着她 一定在 我一定会在 你给她的不是监督跟压力 而是陪伴 所以她觉得很舒服就好了 很多网友也开始认同 理想的抚养方式 看着这两个可爱的萌娃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甜心与王树林 一个富二代一个新二代的差距 对此你怎么看呢